每天我运送各式各样的包裹 到不同地方给不同的人 对我来说 的确是一个充满惊奇的世界 老师煮菜给客人吃 有时候我也想到外面当当客人 我有一个夜话 就是看哪时候可以去走便室 把世界各地的名菜品食 全部的藏一边 觉得好吃的话就把它聚起来 我想要多看看这个世界 体验不同的文化 面团客室 只要公司的模特出国表演 或做秀呢 我一定会陪在旁边 那借有这个机会 可以到世界各地去走走 像Discovery频道 常常介绍各地人事物 和真实生活面貌 可以满足我对探索世界的 一个好奇心 让我知道以前 我一定会出发 看遍这个世界每一个角落 刚果 夜门隔离安全帐 天啊我真的有点等不及 也许最快的方法 就是我把我自己打包起来 快递出去 中文字幕联合 下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